哈囉大家好我是碩薇 那今天又回到我們的新手流行歌吉他教學 那我們今天要教的這首歌叫做回春丹的鮮花 那相信大家最近應該都被這首歌洗腦了很久 它就是前陣子突然爆紅在一個大陸的樂隊的夏天這一個節目 它主要就是邀請很多可能台灣大陸的一些獨立樂團 給予他們一個曝光的機會讓他們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創作 得到大家的肯定跟關注的一個節目 這首歌就是獲得了非常多人的肯定 它的旋律也非常的洗腦好聽 所以就很深刻讓大家記住這一首歌 它的和弦用的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很簡單很好學 如果你是一個吉他的初學者的話 其實你直接把它當成你 學吉他的第一首歌也可以 好我們今天用的吉他是這一把 阿塔的AT20 那他是GA統身 他使用到的木頭是面單的雲山木 特備使用的比較特別的胡桃木 按照慣例提醒一下觀眾 看我們這部新手教學也是有一點小小的門檻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懂 和弦的圖示還有六線譜 那我們就進入到歌曲的環節 這首歌整首歌只會用到五個和弦 最主要的和弦只會用到四軸 在副歌的結尾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 調性外的和弦來去做不一樣的層次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用E調來去做彈奏 那以往可能我們剛學吉他都是會習慣用C調 或者是G調來去做彈奏 那今天教大家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調性 他是E調 那先介紹一下這首歌 從頭到尾主要會用的四個和弦 我有把這些E調的和弦 稍微修改成一個比較簡單好按的版本 同時相對的他也會變得比較好聽一些些 那我就一個一個來示範他的按法 那第一個和弦是這個E和弦 第二個和弦是深Gm 那看到升降機後不用害怕 你就直接照著和弦圖示上面去按就好了 按法會變成這樣子 再來的話是深Cm 再來是A和弦 那這樣彈我們也可以叫他Asus2 整首歌主要就是這四個和弦而已 那我使用到的這個手法 它其實就是頑固音的展現 那這個頑固音最主要的就是我們這兩個聲音 咪跟C 都是在E調的調性裡面的聲音 刷和弦的時候 從頭到尾都讓這兩個聲音出現 有一個墊底的效果 那我實際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那你會發現掛流這個兩個聲音會帶來一種比較明亮清澈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的話可能就見能見智 歌曲的一開始呢 它其實是用清唱的方式來去唱這首歌的副歌 如果你不想要直接用清唱的 可能會有一點乾的話 你也可以配合前面講的那四個和弦刷一下 那它前面就是這樣子唱 接下來就可以進入到前奏 前奏的話我們主要是使用到悶音的手法 彈奏的方式是這樣 蹦蹦 恰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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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恰其實是我自己慣用的念法 在講蹦的時候它的意思就是說刷我們最粗的三條弦 它就是一個低音 恰的話它是高音的這三條 恰 恰 恰 然後我通常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分辨 蹦跟恰這樣子 那悶音的話就是把你右手的這邊的肉 靠在我們清巧的位置 製造一個短促的聲音的效果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一直下刷的話 其實聽久了會累會覺得有點膩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重音的層次 像是這樣子 那我就示範一次前奏 然後怎麽 我開始做一個重音的功能 做一個重音 provide 那你也 не站在的 那些字我還有可能會覺得呢 可以想想看嗎 可以做一個重音的效果 主要就是 E 升 G 麥 A 升 C 麥 A 這四個和選重複兩個小節 就可以進入到主歌 我們彈完這個 A 這樣子就直接進入到主歌 那主歌其實也是跟前奏一樣的彈法 就是一個四個和弦的循環 這樣一直 repeat 那我就直接跟著唱歌 示範一次主歌 來講唱歌 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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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 我去到那里会不会一无所知 去到那里会不会一无所知 这只经过了桥 我记得在那边一点卖的酒 可是我不敢一个人喝 这次又经过了山羊 我想开着我的烂摩托 去转一转 可是我 可是我把车卖了 主歌就是这样子 然后去接到副歌 那我们在最后 可是我把车卖了这一边的话 要做一个小小的衔接 它就是在第一次你弹A的时候 然后接到E 那它的弹法就是放慢速度一点就是 啵 那接下来就示范副歌 那副歌的话它有用到一个 不是这个调性的和弦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C和弦 所以说这首歌真的蛮简单的 对 对 那我接下来就示范一次副歌 我的心啊我的心 震动粗粗 这首歌都给你 这首歌都给你 这首好的鲜花 是你的白发 别害怕别害怕 这首歌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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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鲜花是你的白发 你永远开门 永远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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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上上下下下上 重複剛剛講的那四個和弦然後一直重複 那我們在最後面的時候要注意一下有一個C 去做結尾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尖奏 那他的尖奏就是直接這樣子接著延續刷過去就好了 再第二次 接下來就接到最後一支副歌 接下來就接到最後一支副歌 一次最後一支副歌 中後的鮮花 只有一個辦法 別害怕 別害怕 用我在的地方啊 永远开门的星空 知你的办法 别喊喊 永远开门的星空 知你的办法 永远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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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结束在最后一个 一和弦整首歌就做一个ending了 如果觉得这首歌太高的朋友可以降一个key或降两个key试试看 那降一个key的话我们就是把你的弦降半音就可以了 那降半音的话我在之前那首歌有教过大家 对那大家待会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另外一首歌叫做高伦的批心待乐的想你 那你其实没有想错因为这首歌他用到的进行就跟批心待乐的想你一样 所以你学会了这首歌 你今天如果要再去学高伦的批心待乐的想你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快的就直接接手 这首歌的难度他真的没有很难 如果要我评价的话他大概五个星里面只会 所以需要一颗星的难度就可以解决了 那如果还有想要我们教的歌的话都欢迎在下面做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